HFA 澳洲银食 Hello HFA 澳洲银食 大家订阅了我这个频道吗? 如果未订阅的话就要快点订阅和按下小银铛啦 还要记得CLS 就是留言点赞和分享这个频道给多些朋友们知道 多谢大家支持 HFA 澳洲银食 今天因为工作关系又出到市中心了 做完事后就想想不如在市中心吃完东西才回家吧 因为现在认识渐渐进入春夏季的时分 所以去到晚上5点、6点甚至7点天都很光亮 整个市中心在中间里 大家都可以看到轻轨在行驶 我们再向前走,过了红绿灯位 就到我们今晚要去吃饭的地方了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我和试食专员都很喜欢去到region place 吃这个日式的BBQ 但今天去到region place 反而是要试试这间新的日式餐厅 这间日式餐厅叫Yapari Steak 顾名思义是吃牛扒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呢? 有理没理,我们都来到这间餐厅试食 当然要排卖一份队吧! 这间Yapari Steak 原来它是吃日式的铁板牛肉 这个样子就像这个餐牌一样 好幸好今天是平日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概等了30分钟就可以入座了 店员就带我们入座了 看下餐牌有什么吃 在这里下单是要用手机scan QR code 旁边这些酱是任你点任你吃的 包括有些沙律醬、olive oil 另外有些柠檬醬和烧汁 还有些豉油和黑椒 坐下来后店员就给了围滚我们了 他当然怕我们一会吃铁板餐的时候会折脏衣服 好了,我们点了单之后 店员就给了刀叉和筷子我们 这个牌呢就有介绍我们 如何享用这个铁板牛扒 每份牛扒餐呢 都是跟着这个汤和沙律 这个汤就是普普通通 是紫菜汤来的 接着这个椰菜沙律也是普普通通 喝酒 喝杯 除了两个铁板餐之外呢 我们亦都想尝尝这个咖喱牛肉饭 但是这个咖喱牛肉饭呢 看过买上就真是普普通通了 嘗試味道,好像是牛肉汁飯多於咖喱牛肉飯 而那些牛肉,我懷疑是牛扒切剩出來,用來煮咖喱飯 不過不要緊,我們今天來主打是嘗試他的鐵板牛扒 好了,我們那些鐵板牛扒來了 一上桌果然熱辣辣,咖喱聲 我們今天就叫了兩份 第一份就是Flex Steak 200g 這部分就是牛肉的近尾部分 再來就是Yapari Oyster Blade Steak 300g 這個是店員推介的 那部分呢,我查過了,就是牛肉的前部分 首先試一下這個牛扒 果然是紅薄薄的 試吃完就馬上切開 接著就在鐵板煎一下 煎到你想吃幾成熟都可以 現在切開,那些肉汁果然擠出來 幸好鐵板夠熱,所以有一部分的肉汁已經揮發了 接著來呢,我就切了這個Oyster Blade 我叫這個呢,是300g 分量當然足夠 那我又要點一下這個蒜頭吃一下 味道果然不錯,再點這個燒汁也挺好吃 這兩隻肉呢,我就比較喜歡Oyster Blade 我們三個人今天就吃了Oyster Blade 88元 總括來說,今晚來到這個Region Place的Yapari Steak 吃這個鐵板餐都挺新式的 而那些肉來說,當然是澳洲的牛肉 大家有時間有興趣,不妨你試試吧 好了,這條片又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share影片出去 給點comment,還有按鈴鐺 如果還未訂閱HFA澳洲找食的朋友 就要快點訂閱這個頻道 還要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下條片一起出去找好東西吃吧 拜拜 插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